这场比赛张继科赢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 孙靖你怎么看 我认为就是张继科实际上我还是更看好张继科的 奥运会决赛或世界市井赛的决赛来对待的话 我相信他的赢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好的 张强对话的过程当中 拼到中远台这个身体素质很重要 就是你腿支撑不了的 你看他最后这一板他还有一个反攻的意识 说明他的反手的这个能力还是很强的 你看是摸不着球 想法很有战略性 在场上的运动员打下来的反应 实际上就是先因为它主要是一个塑料球的旋转墙 但是从这个双色这个能不能看清楚来讲 实际上因为速度非常快 半决赛里他也发了 然后基本上也是对方第一个球都是接的是下王 还有一种抽的这个动作 我们能超越 他的这个层次来讲呢 应该是没有明显的这个弱点 没错 侥幸的一个碰或者摆 看看能不能挑起来拉起来 好 漂亮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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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 张继柯上第一局 差了一点点 这样张继柯10比9拿下了比赛的第一局 稍后呢将继续带来张继柯对奥卡洛乎 打的就基本就懵了 很高的一项运动 你必须每一个球 攻防转换都不错 他正手也可以 就像刚才孙静所说的那样 漂亮 特长突出 没有明显的这种缺点和漏洞 那奥恰呢 我觉得他有两点 是将来他第一是速度 因为欧洲运动员本身他身高 人高马大 他速度确实跟亚洲拳手比 他在正手中间这个位置的调剂能力 不出台 或者给他一个需要用正手来调节的一些球 他这个能力是感觉是比较差的 不弄住 你打到后面很麻烦 很多的 对最终的取胜是至关重要的 昨天我也跟山东鲁能队的教练 郭克力聊了 他这个团体 他们这两场主客场是1比1 他们其实主要是拼单打 我跟江苏这边沟通 江苏这边的中超电缆的 他的杨飞 参加平超9年了 终于进决赛 你说他的这个对冠军的渴望 我觉得说的也挺好 完全是给 给这个队伍来 减压 第一盘的单打 现在打成了一瓶 我们稍后将会继续为您带来 拼超联赛 2014年男子的总决赛 所以请您再次检查一下 自己的拍照设备 不管是手机还是 第三局 然后我还是感觉 他打起来 相持球 他不是下方 张尼科打这个球 他就希望打得更简单一些 让张尼科球 我们就形成相持来吧 张尼科电缆 紫沙俱乐部 他和队员和教练 非常希望能够持续的 和江苏中超电缆合作 甚至有未来的五年 十年 下了友谊 同时呢 也能够体现奥恰洛夫 在中国通胀 你看从这个球上来看 奥恰的 他在反手位 他都可以 就正手短的这个球 他把身体拧过来 然后用反手接 偶尔的也要变面直线 从他的正手位突破 再给他变回反手 这个正手给短球 刚才孙静说了 其实是很有技巧性的 一个战术 你给正 这个就到位 现在就是张逆克的球 来争取进攻 我觉得核心的争夺点 还是强攻 控制也好 或者用其他的技战术也好 进攻才是最核心 最吭实 再有一些这种控制啊 小球啊 来配合 阿洛夫的发球啊 你看他发的 无论他的反手发球 还是他的正手发球 实际上他发的都是侧拳球 那这种侧拳球 其实摆短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稍微摆不好 就是一个半高球 赢一个或三个里面赢一分 这个球也就破了 也就不要强 强行摆短 好球 加了一些保险 拿到这分 他能够停下来 慢下来 有机会 用正手来 杀板 张逆柯 张逆柯 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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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来比赛 他们包括奥夏自己 也感觉他的进步是非常大的 收获特别 球的精髓都血走了 将来他的发展 他的潜力 越了这个波尔了 对 现在关键的时刻 张逆柯呢 这局他一直是有点用 比赛最终的 最终能取胜这场比赛 这个结果是影响非常大的 好球 这两个揭发球 张逆柯是 连续用反手的 拧拉 得分 这个 我觉得这几年 乒乓球的发展 就是主要的体现 就是在这个揭发球的 台内球的拧 拧拉这个技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 第四局比赛 两个球 被张逆柯的反而拧拉 拿下比赛 但是我觉得他从4比9 5比9 就是说 他这几个球的表现 一是体现了他一种 其实在欧洲运动员身上 普遍存在这个问题 欧洲运动员的 一直品质没这么一 没了吧 很多时候 打打就 就好像那种 放弃了 这个脾气 脾气也上来 然后就发火了 对整个比赛就 起到一个特别消极的 身上 已经有两分了吧 两个直线 两个直线 这是有意识的 在这个第四局开局以后 开始去打住 张逆柯的正式 好用的 他一直在尝试着去变化 打不通的时候 他会 欧洲的那一套 就粗 他的球有实力 但是比较粗 球变化 打灵活 是吧 这种东西 我相信 傲恰 我觉得他近期在这方面 确实是有所改变 应该是来自一个乒乓世家 对 他的父亲母亲都是 世界上男子 非常顶级的 包括是拿出了自己的 所有的 能想办法都在 我觉得他还是非常专注的 你看他的眼神 他非常投入 接着来看比赛 现在5比4 哇塞 漂亮 就是反手加完力以后 他就是已经 人就已经测开了 我就等着 就是他们的教练呢 都给他在这个战术配套组合上 这是他这个主要练习的重点 扫球 继续拉住 其实这时候 双方女人 当然你有这种 场上的一些兴奋点 一些发动 这在这种发动更好 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说张继科 现在他第一局 开局的一些变化 现在不一定起作用了 对方也适应了 这时候 击球的时候 稍微慢了一点 击球点靠后了 看下降点 我看奥恰洛夫有点侥幸了 当然难度也很大 只能拉一板高调 非常转 看奥恰洛夫又开始变发球了 漂亮 反手太抢 动抢拉的时候 一定要警惕 奥恰洛夫中远台的 这个反手的反冲 这个球打上一个 他很提气 很长气 你看他反手好的人 他就是他能用到腰的劲 用身体的劲 给优回来 第一比起 奥恰洛夫 奥恰洛夫拿下第四局 观众朋友们 您收看的是 2014年拼调联赛决赛 男子 山东努能对江苏中超电缆 第一盘三打 张继柯对奥恰洛夫 现在双方的打开二平 稍后进行的是 决胜局七分制 我们稍后继续 张继柯和奥恰洛夫 决胜局七分制 是的 我总的四局球打下来 感觉就是张继柯 还是不是特感 不是特别敢 跟奥恰来比实力 前三板这块 他就要求特别高 可是奥恰这个球 其实发的都是 这些测拳球 他很难 张继柯打的有点 特别伤气 伤气 漂亮 现在张继柯 明显张继柯之前有所准备 推了四分 打成四平 奥恰打到这会儿有点乱了 真是出现了 7比4 太不可思议了 太不可思议了 没想到奥恰洛夫在决胜局 4比0领先的情况下 张继柯追了回来 但是后面这几分球 我觉得张继柯一是打得好 再一个奥恰也是 他有一点想法了 让张继柯后面的两人激发球 处理的 好 观众朋友们 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 2014年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前赛 总决赛 男子的冠军争夺战 山东鲁龙对江湖中超电纜 第二盘的单打 是由山东鲁龙的好帅 对崔庆文 稍后见 对崔庆文